这个日历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老师可以试看看的 日历就代表说你的自己的事情的规划 对不对 日历也有分亲朋好友的 你看 你看我在这边有没有分不同的日历 我上课就归上课的 对不对 你刚刚看到分讲就是上课的 我平常的我干嘛公布出来 我没有不是名人 对不对 所以你说小朋友的 你看我们现在小朋友是幼稚园的 他有些时候学校我活动 我也要记录下来 那工作的有工作的 对不对 工作表的 所以事实上 不过日历就不是像我们一般 在Outlook里面只有一个日历 有没有发现你的Outlook只有一个日历 那是不是所有的工作的生活的 全部都挤在一起 你不觉得累吗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我就不显示 我只显示我的课程的 那你就只看到课程的 你可以自己从这边新增 你看这里 有没有一个建立新日历 对不对 那你还可以跟别人交换 因为有些时候 像这个Outlook就有类似的功能 那叫一圈里舍的 就是说我今天我想要 比如说你要出去玩 那我想要找朋友 有没有共同的时间 有没有共同的时间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做过这个方式 我跟你的日历交换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找他 你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时间 这样就可以啊 有没有比较容易一点 所以这个是给各位参考一下说 其实可以这么做的 事实上你看这边有没有新增朋友的 把朋友的把它加进来 当然这个前提都是你要经过对方同意 不是自己一厢情愿 我要送给你 那没有用 对方要加进来才行 所以这个是他一个很重要的 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 老师如果您 假设您现在不是用智慧型手机 那因为智慧型手机比较没问题啊 你就如果你是Android的 你就 现在这个日历就可以存取吧 那我先问一下 老师的您是智慧型手机 有没有吃到饱 还是饿到饱 哈哈哈哈 因为上网很慢啊 我问一下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因为Google日历有其中一个功能 用简讯提醒你 那个时间快到了 我就简讯提醒你有什么事情 这样 你是不是就有一个小秘书可以帮你了 对不对 因为有些时候你事情很多啊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忘记啊 虽然说即使你有平板也好 或者记字本总是要查 但是万一很忙的时候 有个简讯 简讯大家应该都大部分看吧 对不对 所以这里呢 你只要通过他的手机认证 您看 比如说今天我想要增加一个行事力 好我来编辑一下我的活动 您看一下 时间那些都没有问题 我们往下走 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一个提醒 叫做SMS 这就是简讯了 我可以我只要有活动 那时间到之前 他会提醒我 所以其实我不上网 没关系啊 即使您不是智慧型手机也没关系嘛 因为都可以收得到简讯啊 所以分析 现在不用钱 但是有一个前提 请问有没有老师的是亚太的 没有嘛 亚太的不要来 因为他不支援亚太的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他们在中间签约的过程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亚太的好像不行 像我用台湾大和大的 那可能亚太老师 可能用动画电信 对不对 那些都没有问题 就是简讯都可以送到你家 所以你有事情要安排的时候 我就可以像这样 那您可以自己决定 多久的时间之前提醒 所以方便吧 所以你用这个日历的方式 我们有些时候 那个行程的规划上 就会比较简单 当然我想各位老师应该 很少一天有超过10 10的以上的行程吧 因为他好像有一个限制 就是一天大概是10通 他也不希望你发工的事的 一直传点去买 你会受不了 所以大部分应该是不会超过各位的限制 所以这个是在我们Google日历上面 很特别的一个东西 一般很少人有去用这个功能 我是觉得蛮可惜的 因为当你没有特殊的时候 要自己助自己嘛 我们自己想办法把事情规划好 对不对 掌控好 那这样子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一点 得 Очень配... 24 22 22 26 24 24 都有